平常生活当中 如果你讲话 你讲话真的有你的真情 从你的真情讲出来的话 那你的话是很有魄力的 很有吸引力的 好 那我们继续处理下去 好了 刚才就讲到这些基本的 基本的讲的基本要求了 那这边就讲到这个技巧了 具体演讲的技巧 第一个技巧 最重要的第一个技巧 就是千万不要背台词 请大家记得 如果可能 千万不要背台词 你背台词 你在镜头面前 你忘记的机会非常非常大 但是你要把你的讲的内容 读好几篇 然后是默想它 然后是在你的脑海中 要篇出一幅图画 就是说 我第一点要讲什么 你要在你的脑海里面 要画一幅图画 就用图画的方式来记 这样 不要以一字一字来记 图画来记 你就很灵活 好吧 然后就你用大纲 来表达你要记的东西 好像我现在 我只是说 大纲 故事 万件 散步 什么 什么叫做万件 什么叫散步 那么我等一下就 因为我一看见万件 就提点我到 什么叫万件 所以就是这个意思 好吧 所以第一 我们叫这个技巧 是用大纲 大纲 我们就不会受 一字一字的记 那种记忆的 那种难处的 那种瑕疵 第一 第二 最好呢 如果可乐有可能 你就用故事 用讲故事 来表达你要讲的东西 因为每个人都喜欢听故事的 那听故事是很好 很好的一个演讲的方式 因为光讲内容呢 有时候人家觉得很干 很干顾 很干燥 你讲故事呢 人家就瞪着眼睛 他又讲什么呢 那个故事 哇 狼来了 狼来了怎么样啊 哦哦哦哦 他们就有这种的情的那种 那种牵动在里面 所以对你的演讲就会比较好了 那第三点 第三点呢 就是要万件啊 不是万件穿心 不是打仗那种万件啊 万件的意思是 用从各种的角度 用各种的方法来讲同一的事情 用各种方法去讲 举个例子 我又讲用Lancy来做举例 又用Lancy来做举例 我要讲的是说 我等一下要跟Lancy去吃烧夜 好吧 我又讲这个啊 我等一下跟Lancy去吃烧夜 一个方法讲 另外一个呢 哦就我用Lancy又请我吃烧夜 用另外一种方法讲啊 用另外一种方法 再用另外一种方法讲 哦Lancy说过 等一下又带我到唐人街去吃烧夜 都是这样讲啊 目的都 目的我是告诉听众 我跟Lancy吃烧夜 你用各种方法讲的时候 人家不会觉得累 那如果你讲 你讲 哦我等一下跟Lancy去吃烧夜 讲两次三次 都是这样讲的时候 你讲两次 人家已经累了 但是你用另外一种方式讲呢 那就不一样了 哦 Lancy 她的朋友跟我一起去吃烧夜 又多一点了 那就不一样 目的都是说跟Lancy去吃烧夜 好吧 所以这种是所谓 用各种方法来达到你的目的 有没有可能性去吃烧夜 你也试试了好的 我先去吃烧夜 我先吃烧夜